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航空业发展,随着抗病毒疫苗的研发不断传出好消息,航空业有望在分配疫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航运及物流业专家近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香港因加快完善医疗冷链设备,尽早规划疫苗运输带来的发展奇迹,令疫情下停滞的航空业重新启航。 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秘书长叶伟明表示,香港机场有常年的货运物流经验,熟练的业务水平令效率更高,相信香港有绝对的实力和能力能成为疫苗运输枢纽,疫苗运输为航运业带来新上级。 我相信很多航空公司都会打算在这方面大展团局一下,因为除了我们香港到1500万剂的疫苗需要运输来香港之外,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航空公司都会瞄准国际的市场,可能我们可以透过香港转运到相有关的疫苗转运到其他有需要的地区。 我们今次新的疫苗,比如辉瑞的,它说要储存在零下70度,但是我有信心,我们香港的相关的航空公司货站,和我们香港的航空业的员工,尤其他们的智慧是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的。 叶伟明谈到,香港国际机场早在2017年,已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医药品冷链运输认证,2018年成为可合作伙伴机场, 处理腰品运送的流程及设施,达到国际认可标准。 他呼吁机管局因大力发展医疗冷链,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增播更多时段与医疗互用使用, 这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助力疫情下停滞的航空业重新启航。 我们三间香港三间空运货站,都是拿到国际运输协会的,可以做药物冷冻链的牌照。 这个其实不是全世界,不是那么多的机场,拿到这类的牌照。 我们香港三间空运货站,都拿到这个牌照,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有优势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有一定的竞争力。 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空运货站,一个就是我们国泰航空公司自己的货站,另一个就是亚洲空运货站。 香港物流协会冷链物流委员会主席,其是美亚捷运行政总裁古博成则表示, 香港是国际和区域的重要航空枢纽,硬件配套完善,这是绝对性优势。 疫苗在运输过程中必须低温冷藏,香港在处理空运冷链药品也已有经验, 包括早在三年前就着手相关人才方面的培训。 这件事我们认同我们是有优势的,但是首要需要我们的机场系, 或者本身的运力是需要我们回复我们正常的情况。 回复我们正常的情况,我们其实是有优势。 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这么小的地点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个不同的航空公司在这里, 我们有国泰,有香港航空, 其实我们在航权方面,我们相对地秉承过往历史下, 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航权去不同国家的, 这件事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优势。 第二,刚才都说早于2017年,我们都已经在硬件方面, 或者硬件包括我们所谓软实力的training, 就是一些的培训和一些的知识。 古博陈称,医疗轮运输有难度,而且与生命攸关, 做错一个动作或者温度超标一点都会影响巨大。 除了要讲求时效性,还要做好准备工作, 查清所有细节,对温控仓库有持续需求。 他建议,机场可以做到预先动作,运载疫苗的货机抵达后, 地勤和空运货站在保证温控设备的前提下, 以最短时间通关完成转送。